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一位呢 他叫邝耀庚 是一个电影演员 华裔美国人 他从小就表现出了艺术的天分 能演 能跳 能编舞 还精通少林功夫和太极拳 1986年 他拍了两部叫做妖魔打战小神舟 和金铜的电影在美国活了起来 但是真正让邝耀庚 在美国演艺圈里获得尊敬的 除了他的眼镜 还有他的另外几个身份 什么身份呢 美国世界日报的消息说 邝耀庚的先后 担任过美国演员工会 与美国电视与广播从业员联盟的理事 同时呢 也担任洛杉矶演员平等就业协会的主席 长期以来 他一直利用自己的身份 站出来为亚裔演员说话 争取权利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 最近邝耀庚 又被以主办爱美奖而主称的 美国电视学院盯上了 正是聘请宽耀庚担任演员组的主席 使他呢 成为了这个学院成立六十多年来 第一位出任主席的华裔演员 听了老邝的故事啊 让我想起了成龙大哥的那首歌 叫男儿当自强 为什么要自强呢 因为中国还有一句话叫 巾帼不让须眉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位女士啊 虽然呢 是一位女士 但是 她一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位女士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